在古典音樂界有小提琴新天后之称的希拉蕊涵 获別十年再次来台湾举办独奏会 演奏会中除了有舒曼德布希的经典作品 还有获得格兰美奖肯定的专辑中的选举 带您一起感受她现场演奏的迷人风采 火不轻快的小提琴乐曲令人陶醉的现场演出 她是小提琴新天后希拉蕊涵 获别十年希拉蕊涵再度来台举办唯一一场独奏会 带来舒曼德布希的经典曲目 还有新专辑集结27首小提琴安口曲的作品 新专辑当你第一次来台湾举办独奏会 它有不同的角度 当你拍摄时你能听到所有的内容 我觉得在一场演唱会是一个美丽的时间 去感受这场演唱会 如果您听到拍摄时你听到演唱会 你会看到有不同的事情 你可能会不会有想到 因为我们移动或音乐录像 希莱蕊三岁学琴 16岁开始录制专辑 曾在2003年以及2009年 两度获得葛莱美奖 演出近20年的时间 也将丰富的生活经历 转换到现场演出 我认为基本上 我认为什么都会发生 是每个人的经历 和每个人的演唱 都会变成更加重的 经历过年 每天都会选择 一种经历的经历 从你的过程中 放入了音乐 所以你会有很多 赛产党当时你发展 作为艺术 小提琴家希阿瑋涵持續用生命細膩演繹經典曲目